根据研究指出 女性新创能够创造的回收产值 竟然是男性的两倍以上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月步课 我是水风刀 根据调查 全球三分之一的中小企业的拥有者是女性 但是这些女性创办的中小企业 对于整个全球的经济市场 贡献值不容小觑 甚至有研究指出 平均亿美元的投资资本 女性新创能够创造的回收产值 是男性的两倍以上 其实女性拥有很多能够成功的特质 我们今天就选出 女性最重要的两个成功特质 要来讲给布可门廷 依比男性更独立 掌握组织的各个面向 Gallup公司请了200个公司的创办人 来做一个深度的问卷调查 然后他想要去看看 一般人跟这些创办人 是否有很大不同的特质 发现女性特别在于 有决心跟独立 这两个特质上 比男性高出很多的分数 女生如果他要创业的话 他们获得支持的比例 会比男性少上许多 所以普遍他们都拥有一种性格 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的 这样的个性 然后在事业上 开始创造出非常好的夹击 所以普遍都会拥有 有决心跟独立这样的特质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讲讲一个 墨西哥龙舍兰女兰的故事 他是第一个女性获得 Takila大师的这样的认证 在2013年入选了 福布斯墨西哥五十大商业女性 大家应该知道像是酒的行业啊 其实都是一个男性主导的市场 所以他在这个市场里面 他身为一个女性 他要更能够用实力来证明 他的价值 所以他必须比别人更能够掌握 Takila的生产制造贩卖 有时候他必须要到几百公里外的产地 了解自己Takila草的种植情况 有时候还要跟农夫一起收割植物 有时候还要到工厂监督 蒸六盒罐装的工艺 甚至是要前往世界各地推销自己的品牌 所以他的品牌在世界各地开始萌芽 他也经常会见客户 看看他在老客户那边的反应如何 同时了解一下 零售渠道和酒店里的展示情况 所以因为尼维斯的坚持 成功的让他的品牌在世界各地被看到 然后成为一个在Takila界的 一个精品的品牌 听完尼维斯的故事 大家是不是觉得热血沸腾 开始觉得创业好棒 或是觉得创业也太辛苦了吧 尼利佳兰就曾说过 不是所有人都要创办企业 但每个人都应该锻炼创业的能力 佳兰就建议我们每一个职场人士 你应该每周至少花一个小时 尝试去卖一点东西 赚一点外款 像是你可能卖你的二手书啊 二手衣服啊 他表示说现在其实有很多网路上的平台 很多平台都可以协助你去 贩卖一些东西 然后尝试着让自己去做一些经商的动作 虽然赚不了什么钱 但是却可以练就你一个本领 就是你会懂得怎么样定价 销售的技巧 这就是经商非常重要的技巧之一 然后这边我就突然想到说 其实像大家很知道的一些创业家 像Gary Gary V 他本身就是从 他小时候就是自己在卖 什么棒球卡啦 然后卖酒啦 然后卖什么东西起家的 然后很多你会发现什么 巴菲特以前也卖报纸啊 然后这些事情都可以看出 其实真的在销售跟定价上面 是经商的基本功 而且这个基本功可以帮助你未来 真的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二找出内在动机 刚刚上一个大点我们在讲的是独立 女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就是有决心 为什么这样讲呢 虽然女性在很多新创产业的表现 比男性优秀许多 但根据调查 就是女性获得的创业资金 比男性少上许多 这代表女生必须要非常有决心 才能够走上这条创业艰辛的道路 讲到这边是不是有一点心酸 然后普遍女生又很完美主义 又会觉得自己很哪里不够好啊 或自己太胖啊或什么的 就是自己的小剧场 所以这边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 心理学著名的理论就是 自我决定理论 在自我决定理论之中 动机可以分为 主动动机和被控制动机 主动动机就是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 是我们自己控制的 像是我还记得 我一开始毕业的时候 我原本是在外商公司担任室内设计师 可是那时候我就自己下定决定说 我就是要到网络行销产业 或是要到媒体产业去 然后在这一块创造一个属于我的一个成绩 然后希望在这个领域可以当佼佼者 那时候我就决定这件事情之后 我发现真的很不一样 因为当我有这个决心的时候 我去工作我带的使命是很重的 而且我非常认真的想要在这一块领域做出成果 那这个就是因为我自己当时 我这个东西我想要 而不是被动的 就是觉得我读了一个科系 我就一定要去做室内设计 我觉得爸妈或老师去跟你讲说你要去做什么的那个动力 跟你自己想要去做那个东西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就是一个是你会跳起来那种 或是半夜睡不着觉 那另外一个就是 哦好我也可以做这样子 而被控制动机呢 就是你是为了满足某人的期待 或是满足大家大众的一个赞赏而去做的一件事情 像我自己身旁还不少高学历的人被这件事情绑架 例如他们可能成绩很好 他就会说你不读医生太可惜了吧 那他们就为了会获得他人的赞赏 就逼着自己一定要在那个领域上面继续做下去 那所以你就是一点很不喜欢 但做得很痛苦 结果你想要学的竟然是掉了 所以不可能听到这边 你们开始要问问你们自己 你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 是因为你自己真的想要做吗 还是是因为社会的框架 或是别人的赞许 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的 如果你是因为自主动机的话 那恭喜你 你的内心将会充满源源不绝的能量 也就是我们的内在原理 它会促使你有决心去完成各项主案 去达成你想要实践的目标 其实我看到蛮多成功的女性 真的都是因为自主动机 我还记得就是女力学院的校长S姐 她当时还跟我讲话的那时候的那种 她去贷款她的房子 她自己觉得这是她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她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好 其实有决心这件事情 我相信很多女生都有 但是会面临到女生会被考验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家庭 普遍的女生都会觉得我应该要平衡我的家庭跟我的事业 所以这也是造成很多女生果足不前 或甚至是她们可能很焦虑 没有办法放手一搏的一个原因 好 这边我们就讲一个简单台湾版 共同女生会遇到的问题 像Kelly这个故事就是可能很多人的写照 当她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呢 那一刻她的身份开始不一样了 她从一个女性创业家 变成是一个女性创业家家妈妈 她当时面临一个非常思考的困境 就是公司很重要 公司就像她的宝宝一样 可是母亲的角色也无可取代 孩子出生成长的时间就只有那一次 你要不陪她吗 所以她开始陷入两难 反而兼顾的失落感就存在她的心中产生一个巨大的矛盾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这边我想要分享一个故事 Johnny包曼她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她是一个成功报酬的发行人 在38岁时生下她的大女儿 紧接18个月后 儿子也出生了 尽管她和别人一样 对于协调母亲跟企业家双重角色 也有过一些怀疑跟冲突 但是她的解决办法却很独到 决定事业目标再结婚 她说 我知道自己很想要小孩 但是我的目标是事业第一 我需要别人来赞赏我的成就 做个单纯的家庭主妇不能满足我 所以呢 当今天包曼她决定要有小孩的时候呢 她就开始寻找她心中理想的另外一半 因为她知道可能两个人都野心很大 可能就都没有人顾小孩 后来她遇到呢 她心目中理想的另外一半 跟她非常的互补 这名男生呢 她就是一天工作四个小时 然后她也很喜欢这样的工作形态 当她跟汤姆结婚之后呢 她就开始全力冲她的事业 而汤姆呢 因为平常就很喜欢工作很短 然后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带小孩 而且她自己很喜欢运动 很常带小孩子出去运动 那包曼则是就是晚上会念故事书 给她的小孩子听 所以这样的一个夫妻分工 就让她的家庭跟事业得以兼顾 而且让他们两个感情维持得非常的好 所以这件事情是告诉女性一件事情 包曼她特别知道传统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规范 跟角色不适合她 所以她为这个母亲的角色创造了一个新的选项 好的 那我们要如何做到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觉得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功女性 曾经就有说过一句话 就是我们脸书的执行长桑德伯就曾说过 完美是我们的敌人 女超人是我们的劲敌 兼顾一切已经是过时的说法了 她忽略一件事情就是经济关系的基础 就是取舍与交换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啊 都是在做限制最优化的这件事情 尝试在事业孩子关系等参数下 追求效益最大化 所以关键是我们应该要学会 把力气放在何处 学会指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做完美主义者 要记得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其实我觉得桑德伯格这一段话 对女生来讲我觉得是真的非常的受用 因为我认识太多成功的女性 她们太想要当一个完美主义者了 她想要在妈妈的角色做好 想要在事业的角色当一个好的老板 想要在可能家庭上当一个什么好的照顾者 所以她把自己逼得很紧 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是 很多事情人生呢 其实只能够取舍或是交换 没有办法事事都尽善尽美 女超人啊 完美母亲啊 其实都是一个捆绑我们 把事情做好的一个名词 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紧记在心 就是真的不要被这些事情 然后影响了你 其实可以做得更好这件事情 好的 那我们刚刚讲了 成功女性创业带两个特质之后 是不是觉得有点乐学废通 那等一下我也实际的邀请到 我们女力学院的创办人S姐 来解答我们其实真正在面临到 现实社会中 女性呢 她们会面临到的事情 还有她们的创业故事 那因为她已经认识过超过 数百位优秀的女性创业家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今天想要来探讨的就是 因为我们女性一直在崛起 然后甚至有很多数据显示说 很多女性的公司啊 独角说创办的都是女生 女力崛起的原因就是因为 女性再也不敢于 只有在事业家庭生活里面 专注在家庭 然后事业就苦苦 现在女性因为教育 越来越高等教育 所以她会倾向有自己的生活权 然后让自己过得开心 那她就想说 我生活要过得不错 事业又要过得不错的话 那怎么办 我被家庭卡住 所以就会导致很多的女性 开始理解 我要怎么在事业家庭生活之间 找到一个完美的比例 而不是平衡 她喜欢的比例 那她做得好 她的东西就会好 所以她就会 你知道付出更多 所以有些人把比例 放在事业上比较多 根据英国银行研究发现 女性创办公司的 几率或概率 比男生低了三分之一 因为可能她们对于 失败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那你觉得是什么阻碍了 我觉得有一个形容词很好 叫做冒牌者症候群 很多女性相对会有 会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 所以担心往前一步的时候 这不做错了 就会丢脸 别人会讲你什么 所以你觉得要怎么克服 应该是说 这个克服点来自于 先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 往哪里走 但是这点超难的 这个很难 很多女生一直在找自己 对 女性会觉得找自己很重要 是因为她怕自己 哪边走错了 然后找不到自己 导致自己不开心 就是个恶性循环 所以他们就会倾向先找自己 所以需要花时间的 像我一直以为我很懂自己 但我到今年又找到 另外一个新的自己 我的每个人都会有个时间点 那个mage moment 所以你也是电线打开吗 对我就打开来 我会觉得 我现在过得没有比以前不开心 所以这件事就是好事 就是其实女生很常 是对于自己没自信 我曾经也没有自信 但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反正我之前分开以后 反正我就觉得 人生35岁单身 好像在感情上从零开始 我就很没有自信 就你会觉得剩女 没有 你就会觉得 哇靠 因为也会有那种男生 讲话也很奇一般嘛 尤其是要做男性 就说你这么岁数了 还要挑 这个岁数你挑什么 对真的会这样讲 然后 关你干你屁事 我就跟着没自信 可是后来发现不对啊 我四十岁五岁都能离婚 三四婚都结婚了 所以我觉得还好 所以我就看开了 看开以后我就可以比较专注 在所谓的家庭事业生活里面 我又可以重新再专注在 我自己想要做的事业跟生活上 那如果一句话给一个建议 就是说这些对于怕失败的女生 你会给她什么建议 哦 女力学位的时候梗 目标带于恐惧 就能够无所畏惧 那你觉得那些女生身上是 到底有哪个 哪三个共通点 她人生一定要跌倒过 就是她会瞬间醒来 就像你刚刚讲 感情上跌倒就醒来了 有些人是经济上跌倒 突然间醒来了 跌倒爬起来的过程 她一定要经历过 她才能够感恩她过去 为什么她会变成现在的事情 所以我发现每个讲师 她的人生故事都一定有 所以我说每个讲师都有悲惨的故事 但是这个 这个就是第二点很重要的重点 他们想的东西都是解答 不是在想的是问题 也就是说我现在真的很惨 那我要怎么解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共通点 就是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较强 但都要经历过一段时间 所以不急这样 那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要讲 我觉得讲师最好的课程是 他们会在意自己的内在跟外在行业 不是说怎么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很好看 但他们会倾向我在什么时候是有那个样子 我就呈现那个样子 我觉得女性很容易知道 自己在什么角色 什么场合要扮演什么样子 然后他们会把这个样子呈现出来 但是他们同时间也知道怎么 有能量跟没有能量的时候 怎么去互相迷惑 那个讲师背景是这样 她之前是福菲达的业务头 然后她在那之前 带过FMZG的这些快速消费品的产业 带过大陆等等 她人生最大的跌倒有两块 一个过程是她经过感情上一个大挫折 第二段的过程是她妈妈生病 然后她因为为了抢救她妈妈 因为这些药台湾没有 她就自己开了一个皮肤课程 她喜欢帮助她的人 但她会在她的时间控制范围内帮助她的人 所以呢 她就因此也答应努力学的课程这样 对她内在的那个雄心壮志非常的强大 嗯 对我真的就蛮喜欢她的 那读家在努力学院呢 可以听到她的故事 跟她也可以成长的内容 对她的方法 她的课是业务力 她会教大家如何展示它 你在工作家庭跟生活上 都具备业务力 事实上 你就 你就不会妥博业生了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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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次我们就是非常感谢S姐来 那你最后有什么要跟大家讲的呢 我想要跟大家讲的一句话就是 就歡迎你報名努力學院 直到12月底 人生規劃大於指揚規劃 如果你現在卡在你人生現在的問題 你要去想這個問題 你先定義它是人生問題還是職場上的問題 如果是職場上問題通常都很好解釋 但如果是人生上的問題 那就歡迎報名努力學院 天啊 因為我們真的有一個很大的女性社群 我覺得你的很多問題會有很多 其實很多人會給你很多 對 因為各行各業 所以一定會有找到你想要的解釋 因為它的面向很廣 所以你會去啟發你自己去 欸我原來可以做這件事情 或是我可能沒有想過這樣子 對 會刺激你 有時候真正讓你學習到了 可能不是講師 可能是你自己 可能是同學 對 所以就非常的歡迎 加入女性學院 我們是一個一年式的學院 所以報名直到12月底哦 這部影片是希望給就是 很多女生她可能對自己沒有自信 然後呢很害怕失敗 那其實這整個議題都在探討 其實在這個全球社會的變遷下 其實女生的能力不差 其實你也可以做出屬於你自己的成績 對我們就在尋找一個舞台而已 這個舞台不一定要只有一個 我們的實秘叫做 串連女力的無限可能 那如果大家對於女力學院的相關資訊 有想法的話 我們下面資訊欄都會放上連結 大家可以趕快去女力學院報名 因為真的我覺得很值回票價 那最後一般不可能的問題邊是 你認為什麼是女力 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你今天約人嗎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分享給身旁需要女力一起成長的女性朋友們 那就這樣啦 分享訂閱按讚留言關注我們 掰掰 掰掰